夫妻因为工作原因经常短暂两地分居 如何更有智慧的相处 是是 我知道有这样的情况 然后我刚刚也提到我们自己的例子 有两个月分开这样的 我觉得我们除了实体具体 距离是有一个分开 我们要真的是心灵 我们的灵魂体 就灵魂一定要怎么连接 所以我知道很多的 有这样的情况的夫妻 他们在短信上 还是约了一个时间每天 还是一天可能不止一次 能够或许一起吃中饭 或许如果是在亚洲跟这里 时差不一样的话 就有机会能够模拟像 或许很远 可是其实我那两个月很有意思 好像很远 可是其实也很近 如果夫妻他们为了想到孩子的教育 或者是搬到另外一个城市 或者工作要离开 就是还没有开始之前 你会给他怎么样的这些建议跟提醒 很多这样的情况 一个配偶就陪读 然后另外一个配偶再继续工作 还是生意什么 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 我客观的来说 我觉得我不建议的 因为我觉得婚姻 夫妻 家庭应该在一起的 虽然我们刚刚讲到 有一些各样的创意的方式 怎么去培养我们的灵魂体的 灵跟魂的亲密度 可是那些是所谓是一个弥补的 我觉得不是一个健康的 人生重大的决定 尤其对家庭小孩重大的决定 不要自己去决定 要神来帮你开路 那我们常常就觉得说 因为我们的眼界很小 看到的就是肯紧之蛙 就只有这个答案了 没有别的答案了 其实在神的手里 千千万万不同解决的方法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要求 把你照着圣经的教导 你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然后把责任交给神 你不要接这个责任 你接这个责任 你就要去做决定 你交给神 神就帮你做决定 然后你会发现说 哇 不敢相信 神知道的答案 比我知道多几千几万倍 哎呀 我怎么没想到 就是说我真的经历过 原来在国内的时候 因为孩子的教育 我想我也做过这样的决定 我和我先生 我们分开五年的时间 我们在北京 我和女儿在北京 她在黑龙江 所以在这五年当中 其实真的经历很多 我想就是姐妹一个人 现在我也知道北美 有这样的姐妹一个人带孩子 虽然现在的这些科技 可以解决这些远距离 这个通话的问题 可是生活的每一分钟 真的是很宝贵 孩子们转瞬就长大了 他们需要的是陪伴 真的更多的是陪伴 而不是好的学校 而不是真的好的教育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教育 就是在父母都在一起 哪怕就是真的是穷啊 或者是真的教育 质量没有那么高的时候 可是你知道 人的精神质量和情感质量 其实决定了 整个人的生活质量 就是说不要把这个 用短暂的这种 所得到的这些东西 去换取一个长久的 永恒价值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看到 我真的是看到太多太多 这样成长起来的孩子 真的他们的学业可能很优秀 可是在情感方面成长 父母对他们的那个缺失 是他们真的是 未来他们对待他们的婚姻 他们教养儿女 他们一生要面对 要处理的一些的问题 所以不要用短暂的一些 可见的东西 去换取那些永恒的 不可见的 这些非常有价值的时间 我觉得真的得不偿失 不划算的 因为我自己经历过五年 当孩子生病的时候 你一个人抱着他 真的大街小巷穿行 带他去看病 没有一个先生 没有人在身边帮你的时候 那种痛苦和苦毒 那是在里面 那是很真实的 那不是说我们说的人 里面的私欲的苦毒 那生活的挑战 为什么神把夫妻放在一起 就是让我们一起来 面对生活当中 大大小小的挑战 大大小小的决定 孩子的教养 这些的问题其实 是更重要的 比他们去读什么样的学校 比他们就是比我们想到 就是说未来 为了赚更多一点钱 我觉得比这些都是更有价值 因为钱啊 这些教育啊 它都是很快就过去了 所以我自己经历过来 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做决定 千万不要 不是最好不要 就是说不要 因为我们会 我们会轻视了自己的软弱 认为自己够刚强 可以去应付 有时候我们会轻视自己的软弱 不知道自己有多软弱 当孩子你自己带 当你面对你一个人 守着一个空的房子 当你面对语言的问题 面对一些新的生活的挑战 人际关系 其实是很难很难的 所以我是觉得 要让我建议我就不要 不要 那我想神会祝福 这些我们正确的决定 更长远的 更有意义和价值的决定 对所以我刚刚就把 寻求神心里五部曲 我非常的强调 我们寻求神很容易 真的很容易 而且很清楚 我心主四十年 神从来没有让我们 很难做决定 所以刚刚那个问题 很快就可以容易回答了 神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吗 神的话语怎么说呢 我们那么宝贵的 十八年的时间 我们要放弃吗 有几年就不跟孩子在一起吗 然后夫妻就分开了吗 神的灵怎么说 你祷告有没有得到平安 神有没有给你肯定 然后其他人怎么说 爱神跟爱你的人 他们就这一群老师们 都是爱你也爱神的 我们怎么跟你分享 跟你其他的配偶祷告伴女 一家人一起来经历 这个寻求神心里五部曲 然后神的环境 你就可以看好多的利弊 神有没有开门关门 你没有顺服 然后把主权交给神 把结果交给神 神负责任 就是贾明老师说的 神贩 神贼责任 神贫责任 神贫责任 神贫责任